大家好,9月8日星期二 So must go on 日日都想休息一下 然後發覺有些即時新聞 我都可以說得兩嘴 這個是國際新聞 剛才才見的,即是即時新聞 陸陸陸陸陸台灣網見 印度開了第一槍 比如我看東芯新聞 印軍開火了,中印邊境四十五年來第一槍 解放軍生氣到震 特點就是解放軍指控印軍非法如線 對前來交叉共軍巡來人員明昌威脅 並稱中國邊防軍已經被迫採取應對措施 不知是甚麼是應對措施 應對,你別人開槍就開槍 看來就沒有 因為他越界了 你說印度方面越界 我相信這個又不用爭 因為多數是 越界就越界 這條界誰畫的? 麥馬雄畫的 大家都不承認 從來都是這樣 這些說不清楚誰對誰不對 你說不對就兩邊都不對 但是他們不食文有些折制 不用槍炮 上次打架都是用棍棒 據說是打架死了幾十個 自己死了幾十個 死了幾多個就不知道 雖然整天都在傳 但我覺得可能是沒有 很大劑 功夫也好 凌晨一點左右報道 印軍張水利 即是在解放大教 發言人張水利 印軍發表非法越界挑釁 就發表談話 非法越界 對罕言對前例交涉 中國邊緣人員 巡邏人員鳴槍威脅 被迫採取 大家有既定協定 有關協定 一向都有 嚴重違反 說印方推高地區緊張局勢 極意造成誤解誤判 是嚴重的 性質非常惡劣 要求停止危險行為 撤回越線人員 約束第一線部隊 一堆東西 這些官方不用太緊張 但背後代表什麼 為什麼要說一下呢 我一向早幾天才說五毒 藏獨是第一毒 我們一直都知道 不過香港人不多管 現在都不知道什麼頭什麼路 不過呢 長遠計 你說第一個出現的是藏獨 藏人第一個爭取到獨立 跟著下來的那些 台、藏台、疆、疆、香港、 最近蒙古 還有一個有人說過 原來滿洲人都開始 那些黃族後人都走出來 從日本走出來 想爭取滿洲獨立 就是清朝的 復辟 滿獨 大家沒聽過 沒聽過 即是開始聽了 可能遲些有了 寶怡的後人出來 我們獨立了 東三省 滿洲國 什麼 鬧鬧 你這樣的獨立包圍網 我都說要搞聯邦制 所以不是說笑的 有時雖然你看這些 雖然官方當然是 喊打喊殺 提都不准人提 不過其實大家客觀點看 有時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大事 其實是的 因為近來印度佬 就不止一次了 其實我們客觀看 其實是越界挑釁求戰 跟著他就跟美國人拘捕了關係 美國就賣武器給他 就好像背後他 美國當然是想找代理人 去打第一仗 原來經常說 南海、台海、南海不打 菲律賓上 叫菲律賓打 菲律賓好像不太完 搶回黃銀島 他就不肯 現在呢 但是印度佬呢 就先走了 在邊界那裡打架 最少打架 其實軍事上有接觸 問題兩個都是核子國家 核子國家就沒有打死 所以大家都是克制的 基本上 但是呢 現在搞出第一槍 你不理他 他又再理 被迫採取什麼措施 這些是官方來的 其實就是 上次呢 你說我 不幫哪邊都好 我覺得他做得對 即是打死了一堆人 那些人呢 那麼嚴重的時候呢 印度佬立刻 抖一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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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總理走到前線 鼓勵士氣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想打 開頭又說 全是軍佬自己 兩邊的軍佬忍不住頸 雖然這個都可能 但是你說 一聲令下 通常都不會的 因為軍佬 你前線一隊人 你夠力氣 衝過去 可能會死掉 即是你一定是要 喂 國家打了 準備打了 你才有條件去挑釁 進一步 而印度開了第一槍 那是不是玩一下呢 如果你看近來 除了莫迪去到邊境之外 上次 即是前個禮拜 見到有一幫藏人 即是說藏軍 就招募了一幫 其實是調去 即是西藏人做了 即是在那裏住 即是在那裏住 即是高山族 其實去到那個 喜馬拉雅山上高 究竟屬於誰的政府呢 那些在那裏住的那些人 那些族人 那些藏族人 根本就不理 但是問題呢 即是藏區 是印度區 其實就在山上高 很難分的了 但是問題那條 那條脈毛樓線呢 大家都說不是 就是 就是 但是大家又當了一條 就是 以不再轉來的 國防 即是 邊界 其實叫做相安無事 是 即是幾十年來 大家都不認 但是問題又 那樣 現在印度開始推過來 這樣 那你說背後有沒有其他東西呢 一定有的 不用想的了 沒有人給膽 那美國人不給膽 那我們高興 我們當然是高興 因為 五毒亂共呢 我們才有機會 我們是鞋子鞭 那 那是不是很壞 就可以支持印度佬 那如果你當中國是自己一個國家 當然是 那當然要支持自己人 但是現在中國是欺壓香港的 我們香港人的情懷呢 寄託在印白人士 香港很多印白人士 所以對他們友善支持呢 那竟然是香港人的特性 氣死大陸的人 那就是由他生氣 即是你連令他生氣的權利都沒有就很慘了 香港人支持印度佬 多的 那問題呢 認真說 印度求戰的味道其實是有的 因為他叫一些藏人上去就舉雪山枝旗 那 據說呢 老共有調兵呢 就選了一些藏人 去了這個高原的地區 那這個是不是 其實是準備打的 因為在現實來說呢 現實來說呢 適應是困難的 就是漢人在這麼高的地方 你知道為什麼西藏呢 他的獨立權力是大呢 因為西藏人他保留到他 你不跟蒙古現在就已經是 只有17% 但養成都不夠了 四百八十萬人 那就是 即現在內蒙 那就是 成億人的嘛 那當然只有幾百萬是蒙古人 即是蒙古人 就是差不多了 即是 新疆人和漢人 而漢人團了兵 那裡 所以也是欺負到他盡 是吧 欺負到他盡 西藏當然也是 是吧 但問題是西藏本土呢 即是漢人是很難適應的生活 即是你上去打仗 打完仗 就可以 就容易 但是全世界這支中國人偉大的地方 可能就是周圍去移民 山卡拉的地方都有漢人 即是有華人移民 有華人餐館 全世界都有 唯獨是床區 竟然是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生… 即他是高原 幾千尺高的高原地方 他是世世代代生團的那天 才適應到那種氣候 人不健康 一來後就覺得身體不舒服 那你去旅行呢 都要小心慢慢上 不是高山症 高山症很大小的 回來你就整個人遮了 會因此 是吧 很多去過高山症的人回來 即是反應都慢了 那你可想而知 即是是多難長時間生活 那所以中國雖然霸了個 勇兵進去 打到拉實 打走那些本地的抗拒的狀人 但其實就沒法指長時間在那裡 停留太久 也都很難說 藏人和漢人去結婚 那樣大量移民進去 如果你大量移民進去 那他真的不能餓 但現在始終是漢人不肯移民去那裡 那軍隊要他去就去 但去到上去 起碼拉山頂 印度佬和解放軍都適應有問題 長時間停留在那裡 所以現在他們兩邊竟然都是找些藏佬 去招募藏人去當兵 那你解放軍裡面當然有些藏人 平時在低地 但他們都是個種族 那裏有些特別的族人做生意 幫人上起碼拉山 那裏有些人 但那些人未必會當兵 但印度有藏人 解放軍有藏人 如果他們派一些藏人在高山那裏 那裏就可能不是用現代科技戰 用一些普通的槍和普通的炮 坦克都上不了他們 在那裏打 其實是頗不道德的 因為那裏本來應該是西藏人的地盤 尤其西藏人應該獨立 他們要求 不不不不 我們要看歷史 他們從來都是獨立的 不過被你霸佬了 解放後入藏 搶了人家的地方 當作是離異 現在就很麻煩了 因為你要了西藏 西藏你當是中國的一部份 現在你就有哪個問題 就從印度佬陷入 現在你搞到打仗了 真的要用兵了 相見的竟然又不是大規模用兵 大規模用兵 一段時間你派國軍進去 還可以 應該是不像的 但現在就要長期在這裏對峙 對峙時要搞一些小衝突 唯有用藏人自藏 就是用藏人去打做本地的開戰 但會死人會成的 道德上是有問題 兩邊都是很有問題 但兩邊的人要比較 那你說做人肯幫誰買命呢 做人去幫印度那邊當兵 就舉斯坦斯之旗了 印度佬跟他一起很開心 那你解放軍行不行呢 如果行的話可能他都很開心 很明顯 還有就是 達賴喇嘛躲在印度 59年躲在印度 到現在他都是招呼他 給他一個地方 叫達蘭沙拉 去過那些人說很漂亮的 自然環境很好 但你猜那裡幾十萬人 四十幾萬人 要多人去澳門 有了議會 新一代的洋人已經選自己的議會 他自己就去政府 自治政府 而你印度都肯給他 在我的國家裏面 有個自治政府有幾十萬人 其實很危險的 對他們來說應該應該 但不是 當然啦 就是利用他們來 他又承認西藏 已經承認了 就是承認了04年的時候 楊潔篪去 他正式承認了西藏 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交換了他 有些地是讓了給他 就是那條防線是清楚了 就是邊界線 大家會看到這些背後政治的事情 但問題如果真的他打了仗 結果兩邊的藏人在那裡交戰完呢 就證明了一樣 那裡才是藏人的地方 由藏人去決定就對了 西藏人爭取獨立呢 其實本錢就增加了 因為他們湧上山在那裡佈陣 解放軍可能都長期作戰 如果印度支持西藏人獨立呢 支持藏道呢 那就遠遠勝過他自己和老共打 老共又多個極為頭痛的問題 這些事情呢 關不關我們事呢 遺憾就是我們好像在那裡看電影 關你說得不關就得 我們從來都沒有聲揚過狀眼 除了是陳考文 匿之樹山獅子旗 我幾十年前 在英國那些朋友 載我去倫敦 行經這個拉法家廣場執經的 中國大使館 就看到有些人在那裡揚西藏 他說長年有人是這樣做的 原來不一定是藏人 有些是鬼佬 他們那些經常覺得 你中國拜了西藏人不對 所以就是長年長年 我想幾十年來 長年有人在大使館外舉狀態 可能遲些又有人 有新疆人 有香港人 香港人這麼多 天天在那裡舉 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什麼時代革命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遲早出現面 好了 先說到這麼多 好過沒話說